在喜灰中,除了狼羊之间的纷争外,最吸引粉丝的就是红太郎和灰太郎之间的爱情故事。 小时后看这部动漫时,每次看到灰太郎被红太郎打飞,都会觉得非常搞笑,但长大后却可以发现灰太郎对妻子的感情有多深。 从登场以来,灰太郎就对红太郎非常宠爱,不管他需要什么,灰太郎都会在第一时间给他准备好。 在灰太郎第一眼看到红太郎时,他就发誓,只要能娶到红太郎,他宁可挨一辈子的平底锅。 灰太郎对红太郎的确是非常好,会将他的每一句话放在心里,虽然没有让他吃到羊,可灰太郎却竭尽全力满足他的所有物质需求。 当然了,红太郎对灰太郎的爱也不少,只是因为红太郎的性格原因,他在对灰太郎表达情感这方面几乎不怎么表现出来,更多的是以激励为主。 迭看红太郎总是吐槽灰太郎,可他却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灰太郎,一直都是不离不弃地陪在灰太郎身边。 在播出了十几年后,灰太郎和红太郎的感情也变得更加稳定,他们俩也拥有了一位非常可爱的儿子。 虽然他总是追在小羊身后,但他们依旧宠爱着小灰灰,不过他们之间最甜的还是对彼此的称呼。 虽然灰太郎平时都是称呼红太郎老婆,可除了这个称呼外,灰太郎对红太郎还有一个称呼,那就是红红。 而这个称呼基本上是在特定的时间,特定的地点出现,比如在跨时空救兵中。 因为时空错乱,灰太郎第一时间回到了狼堡,四处呼喊着红红。 在看到红太郎安全后,灰太郎才真正放心,别看灰太郎在外面腰五喝六的,可他再回到狼堡后,就是一副七奴的模样,完全没有狼王的气势。 好了,这期视频就说到这里,喜欢的小伙伴,请电歌爱心支持一下吧,想看更多精彩视频,关注肥宅,下期节目更精彩。